欢迎大家来到主日学系列 《罗马书传备的救恩》 今天第十一课 在基督女的生活 第二节 《罗马书》 十三章八至十四节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节 我们所探讨的主题呢? 没错了 当我们说要侍奉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同时也都是披戴基督为神作见证的 而会在人群当中 我们如何侍奉神 如何同时又披戴基督见证神呢? 在哪个环节上面能够去见证我们是信服神的旨意的呢? 在上一节就说到原来神将权并赐给每一个他愿意赐下的人 让他们得着权并的目的 是让所有人在这种权并管制下去行善 作恶的具怕 行善不需要具怕 所以在权并之下的人要学习信服 这个是这一段经文的主题 因为所有被神升高 拥有权并作观的人 都是神的用人 神借着这些的用人 以权并行出审判 让作恶的具怕 让智理的群体行善 这个就是神原本将人升高 放在一个权位 一个身份 能够行使权并背后真正美善的旨意来的 我们就要在神所命定这种旨意底下 信服 如果神认为作恶的权并者 他们没有遵行神美善的旨意呢 圣经告诉我们 神又会兴起另一个用人 去行使他的权并 去治理那些作恶的掌权者 因此当我们明白这个原则之后 我们在生活之中 在当时具体的生活的范畴里面 保罗就讲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就是众人要向政权去纳水 去纳粮 一切都是神赋予 一个神的用人 掌权者应得的 那种的生活的供应 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 要这样从神的旨意 去认识神的权并 和神兴起人掌权并 并服在权并之下的人 应该怎样顺服神的旨意 而服从神所命定的掌权者 不单止有信服 还有恭敬 对他产生那种恭敬的心 因为这个是神所兴起来的 所以我们要带着 明白神的旨意 去面对 会在一种的权并管制的社会制度底下 保罗继续论述关于权并 顺服这个主题底下 另一个真理的理念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顺服 以及如何去面对 去恭敬这些的在权者呢 保罗在第八节开始 就从另一个角度去论述 从哪一个角度呢 就是爱心的角度 之前保罗就强调 我们不单止因为具怕认罚 而且更加因为良心的缘故 我们按着神的旨意去信服再掌权的 因为他们是神的用人 是用来治理国家 治理群体 叫人行善的 第八节 凡事都不可规险人 唯有彼此相爱 要常以为规险 因为爱人的 就完全了律法 原来保罗透过这段经文 从另一个角度解释 为什么我们会信服 再掌权的权并者呢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爱人就完全了律法 如果我们带着爱人的心 我们行出律法的 正义爱人这个原则 我们就不会去亏欠人 我们既然不去亏欠人 就不会去特意不纳税 也都不会特意不去遵行 顺服 再权者 立法行善的美意的 第八节 第八节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穿连相闻的纳良这个例子 我们不可以亏欠那些神的用忍 你可能会继续 有一个很不信 很不服的心 就觉得 不是哦 在上的人 他们亂用权并的哦 没错 他们亂用权并 某些 或者大部分 但是无论怎样都好 圣经讲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立良 和他们什么时候受刑罚 是两回事 我们立良 我们遵行神的旨意 因为我们不亏欠人 不是因为人家作恶 亂用权并 所以我们就有理由 去亏欠别人 同时去行恶 这是不行的 圣经说 我们不可以亏欠人 因为立良的过程 总是公养这个政治 或者这个权并架构底下 众人的需要 所以有些仍然是行善 有些人仍然是行神眼中看为 掌权者应该叫恶人 惧怕这种正面的方向的人 他们都需要人的立良 百姓的立良 去维持他们的生活 和继续作他们的掌权者 这个忠于 这个想善罚恶 一个的权并 所以 这里说 我们不可以亏欠人 圣经就说了 唯有 彼此相爱 要常以为亏欠 唯有这个字 在原文是 G1487 和G3361合成 这两个字 G1487 意思原本是连接词 意思就是 如果 倘若 是一个假设的语句 另外就是 G3361 是否定的负词 意思是不 所以 整句说话 修定了之后 应该是这样说的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除非不予此相爱 那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会亏欠人呢 因为我们没有了予此相爱的心 所以就带出予此的亏欠 保罗就说了 我们更加应该用 以爱 不要亏欠人 这种的态度 作为我们 在权并之下 百姓 学习 顺服 这个的原则 背后一个 更高的原则 就是爱 圣经就这么说 唯有彼此相爱 记得刚才所说 除非不予此相爱 否则我们应该不会亏欠人 我们之所以亏欠人 因为我们没有了予此相爱的心 绿色那里所指出的 要常以为亏欠 愿问是没有的 并且 因为爱人 就完全了律法 整句意思就是说 凡是我们不可以亏欠人 就正如上文所说 要立两件事 我们不可以亏欠 任何士兵 将领 有官阶的人 在上智理的人 如果我们失去了 彼此相爱的心 那我们就会亏欠人 反过来 如果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 就能够完全了律法 也就是神在摩西律法所说的 对人的真理理念的总原则 他说 因为爱 这个字在原文有现在式 就是在任何的时候 都是这一种的真理理念的了 是主动语态 每一个信服主 感谢神 说要侍奉神 土神喜悦 按神旨意 遵行的圣徒 我们都是要带着这个主动的语态 去爱 再上权 因为这样就完全了律法 我这里再补充多一个 之前经常提出的真理观念 倘若 再上掌权的违背了律法 违背了神的旨意 戀用权柄 压诈百姓 按神 公义的审判 必会临到 记得 不要以恶报恶 要听凭主路 如果所有 可以去控诉的机制都没有 就要认定 不要以恶报恶 要按神 自己的旨意同时候 让神兴起另外的工人 执掌权并 刑罚那些 不用权并的人 我们在权并之下的人 要信服 并且凭着爱心 不亏欠人 以善 性恶 保罗就继续讲道 爱就原传了律法 就讲了一些例子了 就是在吹达达纪 十戒里面所讲述的 将那不可奸人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贪恶 或有别的界明 都包在爱人如己 这一句话之内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 原来在十戒里面 关乎人的戒条 总括而言 是一句命令 是一个真理 就是爱人如己 这个爱人如己的经文 是出着于哪里的呢 在利未记十九章 十七至十八字 这么讲 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 总要指责 这个字 可以令译作 判断 改正 或者责备的 你的伦舍 免得因他担嘴 不可报仇 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物 却要爱人如己 我示耶和华 这里的意思是 当你执行神给你的命令 对一切的人 所有的互动 最根本的真理原则 就是爱人如己 一个爱人如己的人 他不会恨他的弟兄 并且当弟兄 知道他的轮舍 作了犯罪的事 就要按爱心的原则 去判断 责备 使他归正 不要报仇 不要以人汉为 可以以恶还恶地 去为自己申冤 圣经说 我们应该用神的爱心 去劝戒督责 令到个轮舍离开罪恶 圣经说 免得因他担罪 即是说 明知道他行恶 你又不去督责 改正他 叫他远离罪恶 这样你就看着人 向着罪恶去奔徒 去前往 他的结局是死亡 而你不理会呢 你就要担 这个不指责他 劝戒他的罪了 所以这一切与人互动 无论是 不要恨他们 指责他们 或者是 不要埋怨 不要报仇 种种的 最终的总原则 就是爱人如己 来到罗马书 我们就体会 爱人如己 从另一个角度的解释 就是第十节 爱是不加害与人的 奸人的 杀人的 偷盗的 贪婪的 种种与人的界命 叫人不要这样做的 一切界命 本身就是说到 不要将 和害 加于别人 为了达着 自己私欲的利益 而加害于别人 这个就不是爱人的 真理了 所以 一切 遵行真理 爱人如己的人 圣经就说 这个总原则 他在凡事上 都实行的话 就 完全了 律法 关乎 针对人与人之间 所有的 律法 他都 遵行了 因为在一切 所行的 事情 背后的 原则 他都以 爱人如己 作为 总原则 那就一定 完全了 所有 关乎 人与人之间 互动的 律法的 要求 当 弟兄姊妹们 明白到这段经文 为什么我们要 去 纳税 纳良 因为这段经文 是从 爱心的角度 去 讲述的 一个 有爱心的人 他就不会 亏欠 那些应得的人 那些在上位 应得的税款 他们用来 治理国家 立 不同的 审判官 或者 不同的 执法者 需要的 钱财 都要透过 百姓 纳良 而建立出来 按照这个方向 我们去思想 爱人 就不可 亏欠人 所以 就要 纳税 第十一节 再者 你们 晓得 现今就是该 趁早 睡醒的 时候 因为我们 得够 现今 比初 信的 时候 更近了 圣经说 趁早 睡醒的 时候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 针对着 仍然 未明白 这一段 经文 所论述的 真理 关乎 权并 信服 掌权者 立 良 爱人 行善 不好 行恶 在十三章 由第一节 到第十节 所论述的 真理观 于众圣徒 仍然未掌握 并且 知道 仍然未 顺服 在其中 按神的 旨意 去面对 这个 顺服 掌权者 一个 应用 的时候 保罗 就是这里 提醒 众圣徒 趁早 睡醒 睡醒的 意思 就相对于 之前 不明白 真理 灵里面 不配合 神的 心意 仿佛 是睡着了 现在明白 就应该 带着 侍奉 敬拜 神的心 去学习 爱人的 道理 如何去面对 信服 在掌权者 这种 信仰主题 的 引导底下 在圣经 以佛所书 五章 十一到十四节 关于 趁早睡醒 这个比喻 有这样的论述 那暗会 无益的事 不要与人同行 都要责备行者 是的人 因为他们 暗中所行的 就是提起来 也是可此的 凡事受了责备 就被光 显明出来 因为一切 能显明的 就是光 所以主说 你这睡着的人 当醒过来 从死里 复活 基督就要光照 你了 当神的话语 如同光 照出来的时候 人心灵里面 缺乏神的话 就活在黑暗之中 既然神的话 显明出来 光照自己 产生一种 责备的性质 已到我们 悔改 信从神的话 信从神的光 并活在光中 除去以前 没有真理 互乱作为的 生活 模式 所以 这里 保罗也都用 同样的比喻 明白了 受责备的人 就好像什么 明明睡着 现在醒了 一个当醒过来的人 他就让基督的光 常常照着他 行神眼中 看为正 光明的事 保罗在罗马书十一节 继续这样说 现今就是该 趁早睡醒的时候 因为我们得救 现今被初信的时候 更近了 圣经说 因为我们得救 现今被初信的时候 更近了 那么这个得救 指的是什么得救呢 既然我们已经 恩信 清义 得着永生 已经得救了 那么他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得救 现今被初信的时候 更近了 反正好像有 另一个得救 相对于时间的推移 我们越来越近 那个得救 我们好像没有得救 没有掌握得救 或者没有得着得救 嗯 顶姊妹 知不知道怎么解释呢 没错了 我们很清楚的真理原则就是 我们是恩信 清义 已经得救的了 那么这里所说 我们要等候的得救 是什么的得救呢 没错了 现今被初信的时候 我们要等待的得救 也是罗马书里面所论述过的 记得是哪一章吗 没错了 就是罗马书第八章 二十三到二十四章 不但如此 就是我们者有圣灵初结果子的 有圣灵内住的圣徒 已经一个有得救确具的人了 也是自己心里探色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所以每一个乡徒 得救的人 都在等着另一种模式的得救 不是说灵魂不得救 是说什么 这段经文说 得着儿子的名分 将来要得的是什么 儿子所承受荣耀的产业 其中一样就是我们荣耀的身体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属 我们现在这个败坏的身体 将要过去 我们等候主来的时候 灵性已经恩信基督 得胜并且得救了 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未胜过死亡 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 死亡败坏都被吞洗 我们得着永远活着的身体 所以圣经说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只是所见的盼望 不是盼望 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因此 这里所说的得救 这里所说的盼望 是说我们身体得属 显明我们就是那位属神的儿子 并且将来这个名分得以证实 这里十一节 因为我们得救 现在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 经过刚才的解释 这句经文你就明白了 我们信了主 灵性已记得救 但是我们从一信主开始 我们就在盼望身体的得属 从之前相对于现在 我们这个身体得属 我们这种的得救 就相对于神的应许 就更近了一步了 是这样的意思 因此这段经文 其实是在盼望着什么 基督的再临 所以我们这个得救 是指基督再临 身体完全得属 整个生命都被拯救的意思 在十二节继续去论述 黑夜以心八咒将近 我们就当脱去暗秘的行为 带上光明的兵器 因此当我们明白 第十一节背后的含义 是说基督的再来 我们就明白 第十二节一开头 黑夜以心 当基督来之前 这个败坏的世界 是越来越败坏 越来越黑暗的 直到基督就快到就出现 八咒就将近了 既然基督就快来临 众圣徒说 我们预备营建我们的主的时候 更加要警醒 脱去暗秘的行为 就是那些不明白真理 昔日按自己的意思 顺服或者不顺服在掌权的 一种的观念底下 现在因为从第十三章 开始讲述这个主题的真理理念 现在你明白了 所以你就按着 你是一个感谢 按着神的慈悲 甘心乐意去侍奉 敬拜神这个总原则 我们就学习脱去暗秘的行为 我们认定要遵行神的旨意 就用刚才第十三章 一到第十字所论述 关于顺服权并 种种的真理理念 作为我们内心遵行的总原则 在这个过程里面 保罗就说到 我们如同带上光明的兵器 意思是说 我们不是拿着血肉支驱的武器 而是我们拿着神的道 在我们心里面 作行事为人的原则 我们既然脱去暗秘的行为 就显出光明的行为 而这种的行为 在一种生活的范畴里面 就遇上不同的挑战与困难 因为这个世代是黑暗的世代 人都是用神以外的生活原则 去行事为人的 当我们带着神的真理理念 去行事为人的时候 黑暗与光明是没有相交的 黑暗与光明的行为 彼此是对敌的 所以就如同一场的战争一样 因此保罗在这里就说 我们所心里面传放神的真理 并行出来一份光明的行为 就如同光明的兵器 在世于黑暗 不行真理的人 仿佛有一场熟灵的真展 我们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一到十三节 经文地说 要穿戴神所刺的全部军装 就要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真展 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车者 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真展 所以要拿起神所刺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赞立得主 这里讲得很清楚 作为基督徒在世处事为人 为神作见证 千万不要忘记 千万不要忘记 大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因为我们这场熟灵的真战 那个对头人 就是那恶魔 就是天空管车者这位的恶魔 我们就知道 如果要和他有这场真战 不是凭血气 那是凭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已到好在磨难的日子 就是说我们在信仰上 充满挑战、挣扎、困难 难以抵挡的时候 总是靠着神所赐的军装 足够有力量去抵挡受敌 并且你的信仰能够暂得主 因此 我就用以弗所书6章11到13节的经文 去对照罗马书13章12节的经文 我们要带着的兵器 我们要带着的兵器 因为我们与世界那恶者 有熟灵的真战 而这个兵器 其实就是遵行神的旨意 所显明出来的行为 包括内心的真理 和按真理而行的义和善的事 因此 在13节 在13节 保罗就继续这样论述 行事为人要端正 好象行在伯走 不可方言醉酒 不可好释邪当 不可增敬质道 总要披戴 愚问就是穿上的意思 主耶稣基督 因此 当我们说有光明的兵器 其实是说我们的行事为人 我们有这样的行事为人 是如同光明的兵器 活在人的面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侍奉主的事情上 同时从另一个切入点 就是等同于我们披戴着 主耶稣基督 既然与基督的生命联合 我们这个身造的人 侍奉主的人 就必然活现出耶稣基督 那种生命的言行举止 而这个言行举止 背后 乃是因为心里面 藏了神的宝贵的真理 圣经说我们这些光明的兵器 这种行事为人的端正是怎样的呢 他说不可方宴醉走 不可好色邪荡 不可真敬贼道 我相信这几句词会 不需要多加以解释 只不过这里点出一个生活可见的例子 我们不方宴醉走 不好色邪荡 不增敬贼道 就是与这个世俗背道而驰 因为我们里头有说不 不行这种神汉为恶的事 因为我们里头有真理 有光明的兵器 而这个兵器 同时活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见证我们是侍奉神 以主为主 同时是怎样的 是佩戴基督的 在样福音第十五章十八到二十节 世人若恨你们 你们知道 恨你们已先已经恨我了 你们若属世界 世界必属爱属自己的 只因你们不属世界 乃是我从世界中简选了你们 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他们若迫不了我 也要迫不你们 因此当我们说 带着光明的兵器 必然在这个世界上 产生极大的对抗性 既然耶稣基督 将这个光明的兵器 真理实践在他生活之中 当时世界行恨的人就恨他 我们属于主的人 不属这世界的人 同时被神差派 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之中 因此我们效法主的人 同时被这个世代所恨虎 而且面对迫白 记得吗 罗马书之前都有说 我们要爱人如己 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 正因为这个世界是对光明的 对属神的人会有迫白的行动 所以我们讨论罗马书 由第十二章 侍奉主基督徒如何活现 在不同的人群当中 那个总原则的挑战是没有改的 就是以善性恶 这样去遵行神的旨意 在纯全是可喜悦 以到我们能够彰显自己就是一个属于神 侍奉神的人 彼得前书四章三到四节 因为往日随从爱邦人的心意行邪淫 恶欲醉酒荒宴群饮 并可护拜偶像的事 时候已经够了 他们在这世事上 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 那放荡无道的路 就以为乖 毁谤你们 透过这段经文 我们就知道众圣徒带着光明的兵器 按神的旨意 侍奉神 敬拜神 活现神的真理 爱人如己 以善性恶等等 他们就觉得我们很怪了 因为众人都是尊顾自己的事 都是随自己的心意而行 这个总原则 我们竟然放弃了 我们去遵行神光明的道 他们就以为我们很怪 并且因为我们的光显出他们的黑暗 所以他们难免恨我们 在他们可容许的底下 甚至他们会毁谤我们 彼得前书三章十五十六节 只要心里专注基督为性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就要常作准备 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全着无愧的良心 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 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无乃你们 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 自觉羞愧 以善性恶的总原则 目的就是这里 当有人在怀疑 甚至要去毁谤你的时候 有机会被你发声 你就可以按着明白的真理 带着温柔敬畏主的心 并且同样尊重人的心 去为主作见证 叫人知道他们行恶是无理的 我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 是理所当然的 以至到这种见证 最终叫那些毁谤我们的人 感觉到自己的羞愧 因此我们是用神给我们的总原则 以善性恶 不是人认为可以的原则 就是以恶报恶了 到最后十四节 作为这一段经文的总结 他就说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我们说过了 披戴主耶稣基督 披戴这个字 原文就是穿上的意思 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如同一件衣服 人能够从我们的外遣行为 很明显看到我们是属于主 我们是听从这位新的主人 按主耶稣基督的意思而行 而活的人 他说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 去放纵施肉 圣经原文这儿 并且这个字 原文是留译的 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 应该是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并且 或者是译做和这个字 并且如何呢 不要为肉体安排 在原本的意思 我们刚才是了解到 不要为肉体安排 去放纵施肉 对吗 原来 在原文里头 他说 并且 不要 位字不是为肉体安排 而移到后面 为施肉 他说 不要肉体安排 去放纵 原文这个字 去放纵是没有的 即是说 原本的意思 应该是这样译的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并且 不要肉体安排 为施肉 即是说 即是说 我们不要 这个肉体安排一些的事 为了满足 女头的施肉 是这样的意思 那不要什么呢 不要上文所说的 方宴醉酒 不要好色邪荡 不要在肉体上面 真敬质道 因为这样做 就是为了你满足 个人的施肉 这样 就是与披戴基督 是背道而词的 即是说 当我们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那我们就 就不会为了满足施肉的缘故 就去胃着肉体安排 很多不同的事情 例如 方宴醉酒 好色邪荡 真敬质道等等 透过这段经文 我们就明白到 原来我们活在人的面前 在世界里面为主作见证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师奉神 敬拜神 同时我们是披戴主耶稣基督的 因此 我们就按着圣经 直着保罗 在罗马书这里的论述 讲明了我们活在世上 在不同的信仰的挑战下 我们应该按什么真理理念 神的旨意去活现出来 远神借着祂的话语光照我们 既然主降临 再来的时候快到了 我们就要带上光明的兵器 见证神的旨意 是顺全可喜悦的 今天第十一课 在基督女的生活 第二节 《罗马书》 十三章八至十四节 就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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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一